MING PAO TORONTO Hello 歡迎來到Toy's Day Channel 機體人研究所 我是Wincy 今個星期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些舊東西 就是分享這隻Metamora Force 魔動王 地隱合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了 在哪裡 好 我們照慣例 還沒說玩具之前 我們就先說一下魔動王的故事 魔動王在日本播放的時間是1989年 而我們香港TVB就在1990年開始播的 全部41話 故事內容就是 主角搖大地和家人玩遊戲 贏了可以去月球旅行 記得她坐太空船去月球的時候 轉台還會轉到她的姊妹作 魔神英雄傳 看到飛雲大大過在這裡 當她去到月球觀光的時候 遇到長耳族的幻母婆婆和孫女哥寧 因為大地有很強的魔動力 所以她還可以幫助幻母婆婆完成了三件 幻母婆婆獨力完成不到的三件魔動器 完成了魔動器之後 長耳族的死對頭邪動族 也發現到婆婆去地了 當然邪動族就會派人來攻擊他們 在這個時候 幻母婆婆就教大地召喚地引合出來迎戰 當擊敗了敵人之後 大地順理成章跟婆婆和歌靈一起去找其他同伴 找方法消滅這個邪動族 她的冒險旅程就這樣展開了 說完故事大綱 不如說說魔動王 魔動王其實就有三部分別就是地引合 風飄合和水卷合 而魔動王每一部都有自己的屬性 例如風飄合 它的屬性就是風 而水卷合屬性就是水 地引合就是最特別的 因為它有兩種屬性 分別就是大地和火 而它也是唯一一部可以和主角 即是大地溝通的魔動王 即是好像龍神號那樣 而召喚地引合的方法 其實真的是最方便 因為風飄合和水卷合的限制是比較艱難 而地引合只要有一個 大小小的平原就可以畫到魔法陣召喚出來 故事就暫時說到這裡 不如我們說回玩具 其實地引合的玩具 小時候就只是出過模型 成品可以變形的 其實真的不是出了很多 第一隻 就是售屋推出的 那個時候我記得好像有少少炒價炒過一下 但是很可惜 手屋只是出到地引合 風飄合和水卷合是出不到的 即是其實 它的條拉都已經斷了 比較出得齊的就是 Mega House的Valuable Action 除了它出了三部魔動王之外 它亦出了超級形態和三部斜洞王 而它更加出了一個mini版 但是很可惜Mega House有一個最大的致命點 就是每一隻魔動王都好像吃了十項軟筋散 即是它的手腳全部都是軟來的 你有時候要擺一個 比較有型的姿勢 它都無法維持 無論如何就到了我們今次介紹的 由千直鏈推出的 Megamore Force 魔動王 我現在這件玩具 已經是2020年推出的 風飄合和水卷合 其實一直都沒有消息 直到最近 官網亦都發佈了水卷合 開始預訂 至於大家值不值得買 不如看看我現在的影片再判斷 事必而遲 去片講玩具 好我們一來就看看盒面 盒面 就只是一個地人盒 拿著大地神劍 沒有一個 變形的大頭出來 如果是我我會放大頭在後面 那就比較帥 或者畫過魔法神 就這樣看 其實大小是大小的 但就只掛了一點 看看風底 封底 封底終於有一點CG 就是第二人盒出場的樣子 有些姿勢 只是這麼多 事必而遲 開盒看一看 玩具 一開箱就看到本體 大地神劍 和三對可以更換的手形 另外 還有一個地台 地台 算是有一點心思 起碼畫了一個魔法陣 不是只有這個圓形地台 不過如果是我 我會推薦一個透明版 因為比較帥 除了玩具之外 當然 還有說明紙一張 紙而已 很簡單 看一看 簡單告訴大家 可以怎樣移動 可以怎樣移動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不如開一件玩具玩一下 好 開了一件玩具 我就變了一個型 因為 地人盒出來的時候 當然就是機太人的人頭樣 話說回來 小時候看 一直很期待 這個會不會像陶寧 其實是跟一個大機太人合體 不過可惜 看完41集 他也是沒有這個大合體的 所以這個樣子 我都不太明白 其實他出來做什麼 可能是 可以變形 有些東西玩 叫做好一點 不如我們先看看配件 地人盒 最厲害的武器 當然就是大地神劍 OK的 不過 顏色 其實不是很金 感覺上好像是模型 不像一件成品的合金 而且這些 雖然是塗了金屬藍 如果是一件透明件 可能會更加好 換劍 就是拔了劍柄 靠這個這樣放進去 這樣拿著劍 看完大地神劍 不如看它的手型 第一對 就是普通拿著劍的手 只是直劍 這樣拿著 打直的 第二對 就是可以向前隊的手 即是把劍 這樣打前去 你做姿勢的時候 就比較有用 例如像這樣舉高把劍 另外還有一對 攤開手掌的手型 這個當然是 讓你做 召喚大地神劍的姿勢 就是這樣放在胸口上 這樣可以召喚大地神劍 配件就是這麼多 不如看看玩具本身 我現在 就上了地台 其實 上地台的時候 我都掙扎了少少 因為 地台 有些 不是很緊的 它又可以這樣 左擺右擺 所以 上地台的時候 是有少少難度的 現在不動它 就好地地 但是擺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走位 我先把地隱盒拿出來 看看地隱盒的樣子 老實說 這個 姿勢就是自換出來的時候用的 不是有實質的大用途 但是千石鏈 其實我覺得它可以做得好一點 首先 它現在這個 變了形的形態 是沒有任何地方可以 管住兩隻腳 兩隻腳在這裡發來發去 好像掉尿病那樣的感覺 做好一點 每個變形的位置 加少少少機關 鎖住它 令它不會 變形的時候 動來動去 這樣我會覺得 好很多 而且你可以留意一下 腰的位置 因為它可以 是有波裝 可以這樣左右動的 但是 就變成腰骨 是沒有什麼 所以 它兩隻腳的位置 是 比較容易 偏 偏來偏去 其實你現在 你現在看到它 我都好像弄得不太漂亮 老實說 我覺得它的變形 真的是一般 即是今時今日 來說 不要算 Mega House 和售屋 它們那些 太久之前的設計 但是 如果這隻 2020年的設計 你出到這樣 我好像不用買你 對不對 玩完了人頭形態 不如我們現在 先玩個變形 好 就和地影盒變形 跟電視版一樣 如果大家有看過電視版的話 絕對是不用看說明書 都會變的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放兩隻腳 下來 拉直了兩隻腳 這個位置 都是 打平 就可以站在這裏 之後 當然可以收回 口的位置 即是大機械人口的位置 爬緊 接著到雙手 肩膀 打平 打平 手的角 打雙手 之後 胸口 向下拍 胸口向下拉下來之後 頭也都可以 移高 就看到那個帥哥樣 最後就是對 Card 角 反向前 完成了地影盒的變形 都算是非常簡單的 Then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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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到手了 手 平舉 平舉可以到這裡 因為其實規格也有一點穩定 前後動也沒問題 這裡也做了一個Jone 可以做一些向前舉劍的動作 例如這樣舉著劍 關節這個位置可以轉 手這個位置是 Double Jone 不過我這隻 我相信就應該中了Z 因為我來到這裡 我這隻是不可以再動的 但是這邊這隻手是可以的 摺都算可以摺到多高 超過90度 但是這邊這邊就十分之失敗了 只可以去到90度 然後手這個位置是可以動的 換手就這樣摺出來 換成拿大地神劍的手進去 好了 到腳了 腳玩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因為我這隻新開出來的 其實兩隻腳都很鬆 另外呢 亦都看到有很多網友 玩爛了一些 旁邊的兩塊東西 所以大家就不要用這兩塊東西來借力 如果玩的時候 盡量握一些位置 不要用一些危險的地方去借力 腰是可以 可以輕輕地左右串的 亦都可以這樣 這樣打側地動的 因為這一個位置是波裝來的 它的腳是可以移到一個位置 移到之後 其實 就可以 發度很高 前後動 沒問題 打側 因為它的快東西會頂的 打側就來到D一度 不是 很勁的 活動範圍 但是動過一點 其實可以動到很多 膝蓋 因為變形的關節 所以可以接到很高 寸幅就是要靠它這個 波裝 沒有一個 沒有開一個位置是這樣的 讓你轉的 但是都可以的 擦開一點 都可以形狀 貼地 這些都可以 沒問題的 向下動 向上 腳跟這個位置都可以的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動作可以放在這裏 那 整體來說 整體的可動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我還有設置 這個位置就不能動 第二 我對腳的位置 就太鬆了 所以呢 玩起來 其實就 不是 順暢的 順暢的 但如果大家喜歡地隱盒的話 它是有一點點合金的 比我想像中 重手的 當然不是扔死人的那隻 重 那就是 小小而已 不是小小重 好過沒有這個意思 印象中它是第一隻 地隱盒是有盒金的 Mega House 其實都出過盒金的 但是就是超級地隱盒 那隻我也有賣的 有時間的話我會介紹一下那隻 看看大家的反應怎樣 笑一下大家記得 怎樣召喚大地神劍呢 沒錯就是這樣 但是 地隱盒就做過這樣的姿勢 之後呢 就大叫大地古動 大地神劍 出來啦 是不是很有型呢 那都說到七七八八了 那不如去總結 回來了 玩完這隻地隱盒 老實說如果你叫我給他一個分 一定是很低分的 因為 我總疼 除了更疼愛這個位置之外 對腳 我也是覺得它太鬆 沒錯在外形來說 都算是做得OK英俊 其實它也有少少改到軟形 軟形是比較肥仔一點 而千夕年這一隻 它的線條 是改得英俊 這個其實我是買的 擺姿勢的時候 因為它的關節不夠緊 擺好了之後 你動一點 它就會走了位 就搞到 好像 玩下去 不是那麼爽 另外 可以說 這一隻東西的 自命箱 就是 價錢 日元售價 都要 一萬六千五百 日元售價 年稅 這個價 你 回到港元 好像 要一千元 我不記得我自己有多少錢 肯定是 一千左右 的位 就算不是一千都九百多 總而言之 性格比 是非常之低 因為 如果你有之前的售屋 或者麥加House 其實這一隻 不算是出色 他們那兩款 很多 如果你問我 值不值得草 就要看看你 到底有多愛 魔動王 我自己來說 我都很喜歡 除了 魔神英雄傳之外 他的一套 我小時候也是很喜歡看的 動畫 但內海玩完這一隻之後 再看價錢 我真的不是太推介了 如果你讓我給他一個分 我就會給他6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下旁邊的鐘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和我聊聊天 這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